《天理報告》 大家好,歡迎收看早早的天理報告 我是楊瀚言 先和大家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圖片 受到灰熱帶高壓制的覆蓋 我們看到中國東南部地區普遍的雲亦比較少 連帶珠江口附近 今天都會是陽光為主的天氣 不過看遠一點 現在南海中部天氣比較不穩定 很多雲團在發展 至於廣東沿岸 我們看回天氣雷大 亦見到有些趙雨區發展 並且有個趨勢亦會飄過來影響到沿岸地區 事實上香港昨晚各別地方都有些趙雨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早各區最低氣溫 就介乎在26至28度之間 預計今日將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會有幾陣趙雨 天氣會是炎熱的 氣溫最高會去到32度左右 至於接下來的周末天氣會是怎樣的呢 我們轉過來看看電腦的預測 電腦預測顯示有一個低壓區 將會在南海北部發展 並且會將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帶到華南沿岸的地方 不過我們預計 隨著貴帶工再次增強 去到下週初的時間 在華南地區的天氣就會逐漸好轉 所以亦展望香港的情況 在周末期間將會有趙雨 大家如果有戶外計劃就要特別留意 至於下週初的時間 我們將會再次見到一些陽光 天氣就講到這裡 預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見